这个时间到 我们开始今天的活动 同学们有没有要讨论的问题 按照王力 对 请 李海瑞 李海瑞 哦 李百瑞 对 第二讲给他 对 是第二讲给他 本来是希望第一讲给他 他应该叫李贵李 哦 是 反正就是说是应该在香港 欢迎他的朋友的时候 也说他李贵李的名字是 在印记上去的 对 李贵李 对 他原来好像英文叫李贵李 我想起来了 李贵李这个名字是前生的 他在英文上 我看到资料是这样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 因为钱先生没有说他在香港 跟他相遇 我们在有点几 啊 MD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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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么早的时候 哦 北京大学啊 在北京大学 哦 钱先生那时候没有提 只提到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做副教授的时候 他拒绝了 同时 呃 他太太特别坚持 他说你一定要想一想 呃 你这么爱读书 他会不会担任了你读书的时间 呃 你想 你能够把这一点想通了安排好 那么 你再去接受副校长我就不反对 如果他们这样子的贸贸然来 你就贸贸然接受 他说我 不赞成 钱先生跟我们讲了这段故事 然后嘛 就说 那么他在汉学上的观点 对诸子的观点 对论语的观点 是非常难得的 一位汉学家 不带偏见而能深入到传统中国的 这些孔子啊 朱子啊 当中去 那么今天 他来看我 哈哈哈哈 我就记得很清楚 他上课的时候 跟我们这么讲 哦 这么早就认得 哦 我资料上有看到他在北京 可是 也就忘了 也就忘了 哦 在燕京大学的时候 哦 那更早了 1946 35年 在燕京不可能 对 钱先生去燕京的时候 是民国十 民国十几年 对 对 那时候是30年 迪百瑞有这么老吗 迪百瑞不应该有这么老 是在 是在 30 30几年 钱先生没有回到北半 钱先生在民国17年吧 19年 进北京 17年可能是进燕京大学 教课 我想迪百瑞没有那么老 我想这个是误传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在时间上有点特别 但是我也没有查 那在课堂上 他每一次去看钱先生 钱先生都会说 都会说他们今天说了什么 今天说了什么 共同讨论到 他的第二次就是说到宗教 就正教 就是说迪百瑞不赞成钱先生说 中国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 他认为儒家本身带着强烈的宗教性 那么在这一点上跟西方的基督教跟 跟整个的这个政治基本上结合 其实有类似 可是钱先生说绝对不是 他们这个之间还发生了争辩 那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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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他的意思了以后 就告诉他说 我们两个人的政教不一样 我的政教是中国的政教 是中国的政治跟教育 那这个 你的政教是基督教 就是天主教跟政治不同 哦 他才说 哦 他才说 原来如此 那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弄清楚 哎 就两次 所以 就都没有说到他在北京就跟钱先生碰过头 那钱先生进燕京的时候 是民国17还是18年吗 他19年是到北京去吗 所以这个这个就可以再查查看看实际上 他去燕京的时候 20岁去燕京 他没那么老啊 他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才刚退休70多岁啊 那70多岁的时候 应该生的很晚嘛 我们勘战胜利到现在也不过70年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 哎 因为燕京大学 钱人只待了一年就走了嘛 1948到53 1948到53 那钱先生1948 民国37年 钱人都已经在江南大学 而后就到了香港了 38年就到香港去了 那53年是42年 42年前 现在已经 已经在香港 都办出新亚书院来了 所以这个有点 有点被人家乱讲的了 所以我的怀疑是对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年龄上有点问题啊 迪白瑞我印象中他不老啊 没那么老啊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这很可能是大陆乱行的 大陆有些学者会把它附和在一起 好事情都附和在一起 好事情都附和在一起 还有没有要讨论 真心拼拼眨眨眼睛 真心有问题要提出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的话我就再写几小条 再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课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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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